明师早点 明师早点 明师早点多知一点 大家好,我是冯中福 LGMS首席执行员和系统安全顾问 很多朋友都问我 个人资料外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们的个人资料是有很高的价值 除了利用你的个人资料进行勒索的话 犯罪分子也是可以利用你的个人资料开户头 甚至是假扮你 在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内进行诈骗 我相信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对诈骗事件都耳熟能详 我们天天都在报章和社交媒体上面 都看到类似的事件 那不管我们的报道做得那么的仔细 那么的平靡 为什么诈骗案还是一嘴持续的发生呢? 其实个人资料外泄和诈骗案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要是我是诈骗分子的话 当我有了你的个人资料 比如说你的中英文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 护证号码 大家分享一下一半诈骗分子所使用的一半套路 当然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澳门骗局之外 通过电邮的有比如说爱情包裹 网上假扮买家 公司换新银行户口 然后朋友在国外落难 需要急需借钱等 五花八门的情节 各种各类什么都有 所以只要我们熟悉了他们所用的伎俩 那我们就有可以更有效的保护自己和我们身边的朋友了 我们先用澳门骗局来举个例子 第一步犯罪分子通常都会从心理的角度建立你对他们的信任 比如说他们会假扮不同的身份 拨电话给你 利用社交媒体或者是电邮联络你 把你的个人资料说得一清二楚 让你觉得他们是真的 接下来他们会告诉你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而且你必须负上很大的责任 他们制造不同的故事 让你感到焦虑 甚至喘不过起来 要是你不从事他们所给的指令的话 你将遭受到严重的后果 这时候杂乱的心情已经战胜了你的理智了 已经变得非常焦急 诈骗分子将会进行下一步的策略 也就是把你从焦虑的情况拯救出来 他们就很有声地提醒你 帮你提出解决方案 把你的提防性降低 甚至是达到完全真空的状态 到了最后 当你的信任完完全全地递交给这些诈骗分子后 他们就开始他们更深入地指令了 这时候他们甚至很关心提醒你 不可以把任何事情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不然他们就不能够帮到你了 听到这里让我综合一下 凡是你接到电话或电邮 对方告诉你他是银行 法庭 关税局 警局等等 指你牵涉到某些事情 需要协助调查时 你可以直接地把电话盖掉 不必担心 要是事情有那么严重的话 你会受到书面通知的 另外提醒一下有信用卡的朋友 如果银行打电话给你时 告诉你的卡被第三方刷了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把卡取消就好了 记得你不必承担不是你所刷的卡在 好了 谈到那么多诈骗 让我回到最基本的个人资料保护 很不幸的 有时候我们的个人资料外泄 并不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 这的确是很无奈啊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通过教育 醒觉运动 让我们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警惕直觉 有那么多的诈骗事件还会持续地发生 就是因为我们对电话和电邮所建立的信任太高了 无论科技如何的方便 大家要记得 凡是有牵涉到钱财的事物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理性的第三方 甚至是很传统的方法来确认资讯的准确性 记得千万不要盲目信任电话或者是电邮的另一端 给我们的指令或信息 我们一定要通过其他方法来确认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周心的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到犯罪分子所使用的伎俩 不要再让他们有机可乘 完全杜绝一切的其他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